您觉得他这次 能蔡大林过来吗 肯定参与了 肯定不会想到我来 几号 三号吧 三号 第一个问题 还是 是男还是女 女士 是歌手还是演员 歌手 比我大还比我小 你多大呀 我 对对对你要注意啊 保密啊 不要瞎说 比我大 那就前辈了 那也不一定 是南方人还北方人 住在长江边 住在长江边 比我大住在长江边 那就湖北湖南的呗 那不一定啊 四川 成 重庆 对 你拍过戏吗 好 好像没有 猜猜是谁 成林 三号房间中 是不是歌手成林呢 让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帮我打开三号房间 你看 谁来了 答错了 谁啊 谁啊 天哪 我绝对想不到 我一想 我刚才我一想肯定是林方 歌手林方在上世纪九十年代 宏极一时 并带领妹妹林平进入歌坛 在那个流行磁带歌曲的年代 他们还被亲切地称为歌坛姐妹花 如今姐妹同台相聚 将讲述哪些属于青春年少的故事呢 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 你真的没跟我说 王导 王导跟我说了 不要说 刚才你进我房间的时候给我吓坏了 为什么呀 啊 刚才姐姐刚拿了一个湖北的那个美食 放到那桌上 哦 你一进门我唰拳头在后边 我紧张 真的好想啊 姐姐给我们俩带的 一包吃的 她进去一个人就全拿起来了 我正在跟她说 能不能分我一半呢 你进来了 她叉就跟后边了 哦 我是整理的 再也没有见到 对啊 再也没有见到 她一说比她大 又是长江边 又是长江边 姐你不能说你是长江边呢 我一想可能是老前辈们 你肯定是前辈 然后她一说住长江边 我想可能是她姐 我就回来 我估计是姐姐来了 火蜂聪明 对不对 那你怎么不提醒我呢 那能行吗 这个时候好 我这一提醒我不犯规了吗 对啊 而且 我没敢想 我告诉你一个 告诉你一个重要的事情 姐姐一直怀疑 这个王卫念是真的假的 对 我打电话这个人是王卫念吗 你怎么能证明你就是王卫念呢 我说我只能找我妈去了 她就发了一个那个微信 确实是 我一看微信咱们天津卫视的这个节目 我说哦 是